受到认助人邱淑智和台北市政府教育局 认助青函学生基金会救助的苏伊恩 在高中毕业季苏伊恩的高中会考虑疫情 取消原定的谢试验 台北市政府教育局认助青函学生基金会 透过台北市各教育机关推动下 协助家境青函的学生向基金会申请 经评鉴后核定认助学费及生活费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认助人邱淑智和捐赠 就终于帮助一些弱势的孩子 来完成他们的学业 由于经费全依靠社会捐款 基金会透过官网发行实体DM级半年刊等方式 此外基金会也会举办实体宣传活动 如每年10月下旬的相见环 基金会会邀请认助人和认助学生见面 让认助人有机会来 给孩子直接的演绎 也有机会让认助学生有机会 跟认助学生感谢 认助人和认助学生之间在基金会的鼓励下 每个月都会至少一次的书信往来 是让一个主员很了解 一个生活状况 学习状况 必要的时候 我主委还可以给孩子一些精神的努力 一些心理的抚慰 抚导 那对学生来讲 也是透过这个书信 训练孩子的情感教育 让孩子的书信和智力很健 这个心理的感受 对于我们的家 他的这个尊敬感谢 其中认助学生苏以恩高中时 面临升学压力和母亲离癌的困境 在认助人和基金会共同帮助下 替他缓解不少压力 其实很感谢 就这社会给蛮多资源的 就是所以后来发现 就是我可以透过好好认真读书 然后来获得奖学金 然后来资助我妈妈的医疗 还有营养费的